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保健品和营养素怎么吃才有用 究竟市面上的保健品是不是智商税 一杯隔夜食物为何如此受推崇 超模都在吃的碱汁食物大揭秘 专家马上为您揭晓 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日子 到了早饭的时间了 我们好好地来享受一下美味的早饭 看看我们各自准备的什么呢 好期待呀 你这都是盒子啊 大盒有用了 多漂亮 你看该有的奶全部在这儿 一口饮下 关键是我这还有 你看这一层一层又一层是吧 里边好多的美味 你看又是鸡蛋又是这个吐司 又是这个紫甘蓝 哇特棒 各位我们一起来享用吧 漂亮 段哥你早上就吃 只吃点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吃这个就足以了 第一是咱们上班一族 没那么多时间 所以就要保重营养 在我这小小的这个三明治当中 就把它所有的营养全部充分在这里 段哥你看看我的东西 是不是很厉害 听一听 都是小药丸 你不要小瞧我这些小药丸 这都是我们当下特别流行的保健品 然后吃了它们呢 真的是特别的棒 它们的保健功能 那都是不是吹的 非常非常的厉害 是的 现在不单单是像兼身这样的小女生 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 也经常是这样 跟医生直接说 大夫我求你 直接跟我开点零蛋妙药 就让我每天不需要 吃点什么其他东西 就吃这个 我就足够养生长寿了 是吧 到底这些市面上比较多见的 这些营养素也好 这些药丸也好 到底合不合适 应该怎么吃 我们今天请出一位段专家 来帮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 让我们有请来自于 武汉市中医院 临床营养科主任 许淑芳教授 有请 欢迎您许淑教授 欢迎许淑教授 许淑芳 武汉市中心医院 临床营养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营养学博士后 武汉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营养与食品安全峰会 青年委员 擅长对需要使用 治疗膳食 肠内营养和肠外营养的患者 给予合理的营养治疗 好的 许淑芳 你看 我这边是正儿八经的 是吧 就是吃早餐 该有的这个银品 该有的早餐吃食 是吧 非常的清晰 里边一层叠一层 你看 什么营养素都有 我就直接吃 多好啊 还是热的 但哥哥 你太麻烦了 你看我有了这些 人间的小仙丹之后 各种营养素都补充了 我还用吃什么饭呢 年轻的爱美的女性 都会像我这样选择 你觉得呢 我们还是用 我们的膳食宝塔 来跟大家一起讲一下 好的 对 我们这个 段老师这个奶 大概应该有 二三百毫升 那么达到了我们上次指南的 推荐量 这个食物里面呢 有蛋 有蛋 对 有蔬菜 还有主食类的 那唯独就是里面的加工肉 我们是很推荐的 加工肉 对 所以从我们的这个食物 我们数一数 有一二三四五六 差不多六种 那我们是建议 每天吃到十二种食物 所以您这个早餐 从自然食物来说 还是种类比较齐全 种类的功夫 然后呢这个蛋白质的量呢 略为差了一点 雅成老师这个呢 自然食物是比较简单的 对 那我们大多是依赖这个 营养素 各种各样的小药丸 保健品 对 那么在这个您在 比如说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 就是提醒 好好地挑选一下 对 要注意这个产品的选择呀 好 能不能达到我们 就是意想的那样的一个目的 今天我们主要提一下这个美白丸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就搜索过 它里面的一些成分 就是可能像我们这个 L 半光胺酸 比如维生素 C维生素1 所以这些从民养学来说呢 半光胺酸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氨基酸 它有什么作用 第一个 L 半光胺酸 我们看一下 它叫做帮助合成骨光肝态 是吧 这个骨光肝态是他们 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 就是它能够抗氧化 还原作用的一个化学物质 对 可以帮助我们的肝脏的代谢 然后皮肤的代谢 都是有作用的 好 这是第一个 是抗氧化的 这听起来感觉还是可以美白的 是吧 好 再来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 大家比较常见的维生素B B族维生素 来 您介绍一下 维生素B的作用是 促进皮肤细胞的新层代谢 它不光是就是我们皮肤这些 它其实对我们的神经系统 也是有帮助的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 在我们的一些 就是穀物啊 杂粮啊 包括我们蛋啊奶啊 里面其实都还是 很多自然的食物里面 都会含着有这个水溶性的维生素 好 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更熟悉了 维C 这个我们知道维C那绝对是美白家庭 是吧 所以我们一般说多吃一点柠檬啊 然后甜橙啊之类的 对 就是你已经说了 我们还是要多吃这些自然的食物 其实像新鲜的蔬菜啊水果里面 含着维生素C是比较多的 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啊 它的合成啊皮肤的代谢等等 所以有一定的这个美白抗衰老的 这样的作用 挺好的 还剩最后一个维翼 维翼 我们来看一下维翼的作用 是什么 哦 一样的作用耶 靠氧化 对 维翼呢 它跟上面两个蚊素不同的 就是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 对的 因为比蚊素B和蚊素C 它是水溶性的 它那么也很容易经过我们皮肤啊 出汗啊 氮性或者尿液 它排出去 但是这个蚊素E呢 它是脂溶性的 对的 那么所谓脂溶性 它就会存在于我们吃的一些带油脂啊 这样的食物 比如说植物油里边 对 就是有一些带油脂比较多一点的 比如说动物的 它里面也会含着油 对 所以它呢 它也会有对我们的抗氧化呀 包括维持我们的一些激素的水平 都是有作用的 诶 段哥 你发现没有 你看咱们这个许教授介绍了这么多 美白碗里面的这几种主要的成分 它确实没问题啊 抗氧化 抗衰老 又可以美白 挺好的 所以它是有效的 对吗 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主张从天然的食物里面去摄取 你单独的补充某一种 某一类的这个维生素 它有时候会导致我们其他的这样的营养素 它可能就有一定的结抗啊 或你摄入这个量 如果过量之后 反正对我们身体也造成了这个负担 是的 所以徐主任在这里对于那些对美白碗有需求的一些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叮嘱 对 首先就是选择一些正规的他比如说有这个我们蓝帽子啊保健食品的一些品牌比较大家认可的这样的美白碗 那么推荐还是首先从我们均衡膳食做起 那么特别是一些比如说孕妇啊那哺乳期的那就更加不能去选用这样的一些美白碗的 那还有如果是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肝功能肾功能不好的啊那你也不能过去选用这样的所谓的啊美白产品啊 再还有就是你要根据他的那个推荐量来啊不要超大剂量的去服用这样也怕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其实我们在临床呢也会碰到很多病人或者家属 他拿过来说哎医生我这买的蛋白粉啊第一个我可不可以吃啊第二个我要吃多少啊还有那我拿过来一看这个成分的标签就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哦 种类来源也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的要去帮助大家去看这个成分的标签对然后再适用的人群包括每天使用的量好的哎蛋白粉一般是什么制作而成的咱们说的是正规的合格的蛋白粉哈嗯对 呃就是我们的蛋白粉呢它一般是采用比如说大豆蛋白乳清蛋白啊等等这样的蛋白质它从里面去提炼出来的啊那它的目的呢就是我们从膳食里面是否不够或者一些疾病的需求啊包括运动比较啊比较这个大的强度啊需要去合成肌肉 对促进这个肌肉的生长嗯这样的时候我们会推荐去额外补充一些嗯这个蛋白粉所以按您的这个说法如果这个蛋白粉它是正规的合规的其实对于那些想增击的人或者是增长免疫力的人是可以适当的来选择的是没问题的是吗嗯对因为蛋白质它本身是能够去在我们体内合成啊比如说抗体啊啊一些酶啊它的本质就是蛋白质 如果缺乏蛋白质了我们的免疫力下降那也可能会比如说衰老啊啊我们老年人里面经常不光是老年人啊现在我们发现有很多年轻的女性对她有这种情况叫肌肉减少症对对对就肌少症这个是会有很多的健康的风险老年人的骨折呀这样的一些所以我们呢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去多保存一些肌肉或者年老的时候呢减少这种肌肉的丢失去补充一点蛋白质这是应该的 那有没有一些经济人群呢或者哪些人可能不适宜大量的吃蛋白粉嗯对呃这个蛋白质因为它通过肾脏的代谢嗯所以如果是肾功能不太好啊对也是我们临床上有一种就是透析前的哦透析前的这样的病人他如果他胜脏的这个代谢本身就出现了问题嗯如果大量的食物蛋白质它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哦那么如果是透析后他可能那个消耗比较大那这种人他反而又需要补充没错啊对 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我们本身就是呃比较肥胖啊他都超量啊都超了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再补充了是吧你得捡一捡了对的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雅琛的隔夜夜麦是怎么做的我来给大家好好来示范一下啊首先家里都有这样的空的罐子它是一个容器嗯然后主角呢肯定就是我们这种即时的夜麦片嗯非常简单我们倒上一袋当然如果你想吃多一点倒两袋也是可以的嗯接下来我们加入了就是牛奶或者是杏仁奶都是可以的嗯它相当于是充它的一个液体 哦好加进去了嗯溶剂对然后紧接着这两个东西哈那真的是里面的精髓所在了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是什么首先这个我手上的叫做奇亚子哎呦哎你看我们的手上都点头了奇亚子是个好东西究竟哪里好待会让我们的专家跟大家说好我们可以加上两勺嗯放进去好嘞这是第一个奇亚子嗯班哥帮个忙干上啊好的好紧接着这个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就是亚麻子嗯亚麻子炸的油很多人都吃过是非常香的所以它的这个香味非常的浓厚嗯闻起来都特别的诱人嗯这个可以再加上一勺OK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成分都已经加完了但是因为我个人的口感喜欢稍微甜一点点然后有一点那种香味嗯所以我会再加上一勺我平时爱吃的花生酱嗯 这样的话会让我这个隔夜夜麦片更加的浓郁这个香味啊让人吃上一口嗯唯味无穷而且很多超模我发现他们也喜欢吃这个花生酱嗯稍微的搅拌一下哦把它搅匀好嗯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罐盖上嗯放到我们的冰箱里面等到第二天拿出来我们的隔夜夜麦片大功告成 嗯这个是我哎呀找了各种资料扒出来超模爱吃的食物这个您这个制作方法呢嗯它比较节省时间嗯嗯特别是上班族对早上起来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准备早餐的时候嗯但是呢如果这个隔夜时间过长嗯也可能有一定的比如说细菌污染这样的隐患啊这是一个方便的但是呢这个食物其实您选的这些食物嗯还是我们比较推荐的 嗯我们再看一下里面的一些成分啊我们看这个燕麦啊嗯燕麦里面呢它含的这种我们它的那个不是单糖的嗯多糖的比如说一些抗硬淀粉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嗯嗯这个对我们身体是有益处的嗯还有里面会含一些贝达普及糖嗯贝达普及糖这个物质它也就是一个多糖嘛嗯对我们调性免疫啊对都是有好处的嗯因为这些淋选的这个食材里面它纤维都比较多嗯嗯这个用水去发泡 可以让这个纤维我们吃进去之后对在胃里面它有一个膨胀就饱腹感是特别好对饱腹感是特别好的肤心当中就吃的少然后就减肥了对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嗯这两个东西好好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方便没太见过嗯这个亚麻籽还有其亚籽它里面含的这种我们叫不饱和脂肪酸嗯嗯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它也会含的这种刚才讲的膳食纤维嗯嗯 它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钙啊 铭啊 可能一些维生素矿物质 它相对来说也会高一点 我们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也是比较高 比较高 但是我好像看到 它的脂肪含量也还蛮高的 因为好像亚麻只是炸油用的 对 都是可以炸油 亚麻油 还有这个也是 脂肪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在加的时候 这个量也不宜过多 那么相对我们的米亚面来说 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也是比较低一些 它对我们也是 比如说这种饱腹感呢 然后这种对调节免疫啊 都是比较有好处的 是吧 皮肤啊 都有好处的 是的 但我们看它 好像这一碗隔夜粥当中 感觉都是主食类的东西 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它特别饱 然后吃了一顿之后 一整天都不太饿 对 是的 所以提示大家 其实燕麦是可以的 制作方法其实也没有 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量也要控制好 对吧 而且您也提到了 是隔夜的不太行 包括我倒进去的奶 它是奶制品 如果放的时间长了 会不会也会滋生一些 细菌不太健康呢 这种风险是有的 对 现在市面上比较多见的 一些燕麦 在挑选方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因为这个实在是 太大众化了 我们选燕麦的时候 还是选这个 就是切的那种 纯的那种燕麦 对 这个没有加工过的 看上去比较原生态的 不要添加 比如说 本身加了一些果干 或者加了什么坚果 反倒是这种原生态的 包括今天我带来的 这个麦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就是纯的这种麦片 并不是像那种 有一些像粉末一样 变甜的 可以单吃的那种 它还便宜一点 反倒是朴实无花的东西 才是好东西 我们刚才看到 我在做的时候 最后还加了一样东西 花生酱 就是花生酱 因为这是我的个人口感 比较偏好它 但是我看到 确实有一些模特 也挺喜欢吃花生酱的 对 加它会有问题吗 但是我好像有听说 它的脂肪含量 还是蛮高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标签 确实 这个脂肪的含量 100克 有45.5克 它真的挺高的 对 因为我们知道 花生它也是可以 炸油的 花生油可香了呢 油的含量也是比较多 所以我们上至宝塔里面 推荐每天吃大豆坚果 就二三十克 这个量 是的 对 不要过量 一勺两勺 加一点就好 因为这个黑巧克力 还有牛奶巧克力 和奶香白巧克力 它里面其实含的 这个成分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说黑巧克力里面呢 它这个原料 就可可粉 它会多一点 我们知道可可纸呢 它就是可可豆的 脂肪的这个部分 那么白巧克力 它这个可可纸 就会多一点 对 所以如果它里面 再加点白砂糖啊 那里面的热量 就会更高了 对 白的它是最甜的 容易偷到 是的 而且好像市面上 就有些巧克力 经常可以看到上面 甚至还有带可可纸的 这些成分 有的有 它便宜一些吧 那它便宜一点 那个东西其实吃起来也挺香的 是吧 那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吃那个好像不太好 有什么原因吗 这个代可可纸 它是来自于植物的那个氢化 氢化之后这个植物油 对 那么它的可可粉的含量可能就比较低 氢化植物油呢 它会有含有反四脂肪酸 对 因为反四脂肪酸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是不利的 对 所以呢 还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尽量选择含糖分比较低的 然后就是我们说的天然的这种可可的黑巧克力 那么特别像黑巧克力里面 它有一些天然的比如黄酮啊 那么这个物质呢 它是对我们的血管软化 就是抗这个血管变硬呢 这样面它是有好处的 对我们的心脏啊 那么甚至是高胆固醇血症 它都有这个益处 再还有它会有这个饱腹感 那甚至还有就是让我们提神 这样的一些作用 所以大家都认为它对我们的健康啊 身体是有益处的 那如果这样说 今天我准备这个黑巧克力还真的是没毛病 我靠吃它来减肥 那我等于是减到饱了 对吧 这个还是要来把握这个量 因为它毕竟 它不甜呢 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碳水化合物 然后因为改善口感特别苦的那种 可能大家也不一定就是会吃得下去 所以它里面还是会加有一定的这个糖分啊 或者说它本身脂肪含量 也是还是在那里 我们还是要控制总量 那还是问一下 比如说特别想减肥的 或正在减肥的朋友 您推荐他吃这个黑巧克力吗 黑巧克力呢 他有时候你作为就是我们把食物里面调剂一下 对 也是比较推荐的 那还有可以让我们的精神比较振奋一点 比如它里面含有这种咖啡因啊 林以安 它就是跟情绪有关 被称为是爱情激素 就是我们在情人节的时候会选择送这样的一个 原来是有这个渊源的是吧 其实我作为有过多次减肥经验的人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其实在减肥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会达到那种瓶颈期 就是他受不下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特别的焦躁的 然后你就特别想放弃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就去胡吃海喝了 那我就功亏一篑 但这个时候我可以选择吃一点巧克力 给我带来一点快乐 这样有了我继续减肥的动力 所以它是有这样的好处的 很多那个操纵的人呢 我们发现它可能还是第一个三餐不规律 早餐吃的比较晚 晚餐吃的比较多 暴饮 暴食 宵夜 熬夜这个是不好的生活习惯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膳食纤维的 比如说蔬菜呀 吃的不够 这个要成人保证300到500 算是一些大体重呢 我们推荐在至少一斤以上 这样的一个量 再就是脂肪要控制 要控制 对 油脂类的 那比如咱们那个油条啊 面窝啊 热干面啊 这些还有一些油炸的 一些食物 这个也控制 好的 记住了 我们也再次感谢今天 许家说来到我们影视角度会现场 给我们做的中央科普 谢谢 好了 接下来就要开饭了 一块进入到今天的 金龙鱼 橄榄条和油健康厨房 看看今晚有啥好吃的 橄榄精脆更适合中式烹饪 大家好 欢迎来到影视养生会 金龙鱼 橄榄条和油健康厨房 我是你们的美食推荐官雅琛 那今天邀请到的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万亮大厨 你好 今天最开始 先给大家回来展示一下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食材 来 拿下给大家看牛油果 然后还有一个是 哇 好香 香不香 咱们的大芒果 喜欢健身的人群 家里的冰箱一定会有它的身影 而且任何菜 好像加一点牛油果 就会蹭上了一个档子 对吧 这么好的水果 我们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 这个菜呢 其实这个菜很简单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沙拉的 沙拉是吧 首先我们就用的这个是沙拉 就是沙拉酱 对 然后这是我们的虾仁 然后我们现在现在在锅中烧水 用水煮 直接水煮 因为沙拉 它讲座的就一定要是 脂肪含量特别低 对 其实牛油果 大概几组 千万别有刀砍 那怎么办呢 哇 好完美啊 对对对 好嘞 其实牛油果我们会看到 它这个外皮的颜色 有的是那种很绿很绿的 今天我们拿的是 稍微有点偏黑 它们有区分吗 成熟度的不同 像这个牛油果 它是已经比较熟的 就是刚好合适 因为生的牛油果 它的这个软硬度 吃在嘴里面 它不滑 口感不见得最好 对对 是吧 然后我们把牛油果切成丁 我们把它虾油放到水里面 煮一下 虾里面它也含蛋白质 所以牛油果配虾是绝配 我们多次说了 虾里面含有虾青素 还有铭元素 对我们的身体都很好 绝对的优质蛋白质 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好 我们把虾丢进去 加一点我们的金红鱼 橄榄调和油 稍微拌一拌 拌的时候我们稍微 给一点盐 调点味 沙拉 沙拉也加进去了 对 好 现在全部是一个糊骨状了 芒果呢我们现在是 把它开始切 首先我们把芒果一片一片 片出来 切得好薄呀 是吧 好 我先放一边 然后这个芒果呢 我们先这样子把它摆好 嗯 没错 我会把每一片好的芒果 把它丢进去 拌进去 对吧 是 好 好 拌一拌 拌一拌 然后我们一片一片地把它 卷一下 卷一下 别说其实现在虽然讲 年轻人工作压力挺大 但我发现 嗯 越来越有仪式感了 就是周末在家的时候 可以按这个样子做一个 现在我发现现在好多年轻人 都宁愿把所有的压力 用在做菜上面 对 真的会这个样子 就是看到这样的菜 还会解压 出现在我们面前 是的 心情大好 所有的压力都可以找一个释放口 是的 好 再来包一个吧 再来包一个 好 好嘞 差不多了 嗯 差不多了 好 接下来点缀一下 我们这个点缀用的是什么呀 饼干碎 那我觉得这个点缀 不仅仅是好看的问题了 因为它吃到嘴上 还会脆脆的 对 而且会更香 对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要接近尾声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在健康厨房 跟大家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快乐养生健康随行 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也欢迎大家关注 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 微信 抖音 更多养生干货 等着你